小蜜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禮貌 你有沒有禮貌 你是個有禮貌的孩子嗎 要怎麼樣才能有禮貌呢 希望別人幫忙時 不要忘了說聲 請 知道嗎?請幫忙 請你幫我拿一下 所以小蜜要記得說請 然後呢 為什麼他一個人去 我怎麼知道 他就是一個人去啊 不想跟別人去啊 接受別人的東西 記得要說 要說什麼 人家送你禮物要說什麼 謝謝 對謝謝你 若不小心撞到人 一定要說 對不起 對 那你都知道 你是個有禮貌的孩子 早上起床微微笑 見到家人要說 早 所以你看到寶貝媽咪 早上要說什麼 早安 早 早上好 好 嗯 見到老師問聲好 打個招呼 有禮貌 看到老師要說什麼 老師好 然後每晚上床睡覺前 要和家人說什麼 睡覺前要說 晚安 對 爸爸媽媽晚安 和家人道晚安 離開長輩家裡時 互相道別說 再見 對 小強再見 爺爺奶奶再見 左鈴右舍大家好 見面招呼 不能少 強強 我不知道啊 強強我不知道啊 強強應該就是他吧 我猜應該是他 朋友來訪笑嘻嘻 熱心招待請他坐 有朋友來你要把客廳 椅子都整理好 讓大家坐 朋友長輩說話時 兩眼注視專心聽 你看 好多會聽 仔細聽 奶奶說話 眼睛要看著奶奶喔 別人談話不插嘴 也不要說敲敲話 所以寶貝跟媽咪在講話的時候 也不能一直插嘴 感冒咳嗽打噴嚏 請用手帕遮口鼻 要用手帕把那個噴嚏擋住 不然會傳染給別人 進人房間先敲門 隨意進出討人厭 記得要敲門喔 不然會打擾到別人 借物事先或同意 使用完必要歸回 你如果跟人家記得 鉛筆橡皮擦 你要先徵求別人的同意喔 要問可不可以 齁 然後才拿走 不可以自己就拿走了 然後用完要拿回去還 公共場所別嬉鬧 保持安靜不亂吵 在超級市場 在圖書館不可以這樣亂叫尖叫 打打架吵架傷感情 和和氣氣萬事行 看貓咪跟狗狗吵起來了 不應該吵架的 可以好好講對不對 實時排對手 秩序一起遊戲 真有趣 大家呢 都會排隊 輪流玩 悄悄擺 這樣才好玩 嘲弄別人 要不得 捉弄遊戲 最無趣 你看 他在他的背上貼上 一隻烏龜的字條 這樣是不對的喔 這樣捉弄別人不對 最後最後說什麼呢 細腳慢咽 消化好 滿嘴食物 不交談 嘴巴裡有東西的時候 不可以說話 然後要慢慢吃飯 不要大口大口 不要那麼快 好啦 這就是李茂的故事李安